就有那個 差太多了吧 包下去的感覺 這裡是什麼 很多人不知道修容修哪裡對不對 你把手這樣包起來 然後看鏡頭 有小 就是這樣 修容 所以你的修容位置就是在手掌內側 這個區域 那很大 很大塊 所以我們就是 先大面積的 把剛剛手掌包覆的範圍先 要修這麼大片 但是顏色是淺的 第一道是 把這邊的皮膚的顏色先降下來 然後我們大概再來畫骨頭 我們現在畫第一道骨頭 你往左邊轉一點 就是耳垂 腮幫子到下巴這一條線 很多人這邊都是脂肪或膠原蛋白對不對 就看不到骨頭 所以你就是可以用它稍微畫一條 有那個骨頭邊邊的界線的感覺 還有一個骨頭就是顴骨下面這邊 這地方也很重要 然後這個時候你嘴巴要微微張開 對 這樣子 然後輕輕的往下 老外都修這裡 老外的影片都這樣 這樣子 然後你再把這兩個界線 稍微把它模圖一下 這樣 這邊就會比較有那個 顏頭 顏頭這邊也要修 這邊要鋪一點咖啡的粉 你這邊沒有一點影子的話 會看起來這邊的皮膚很多 遠看就會有這邊方的角 就有那個刀下去的感覺 這裡是什麼 我們可以先用那個 剛剛修容的深色 稍微畫一點點在山根外側 這邊 然後這邊就有影子進來了 有耶 有 然後再用這個珠光的顏色 鼻梁這邊稍微放一下 它在這個眉毛下方跟這個 鼻梁中間這一段 你就可以把這個地方連上去 然後這邊要跳過一小段之後 點一點鼻頭 鼻會跳 為什麼要跳過 我跳過是不是太假 不跳過你就會變成整根L型 畫一個基本的紅唇 你平常就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用這個透明的唇油 沾一點點上去 怎麼會吃到 這可以吃喔 對 因為在嘴唇上很容易吃到 很容易被刺激 好美喔 超美的 這好性感 好好看喔 超美的 超美的 一樣是紅唇 它從白天然後到晚上 就會有不同的質感的變化 不愧是大師 不是好物不介紹 再兩下修容 就把子晴修成小V臉 點綴性感的亮片紅唇 So sexy 什麼好像很難有